侯爷 侯爷回来了 公务繁忙 侯爷还需要注意身体 那我就不打扰侯爷了 十一娘 我相信 美米一事乃欧家在幕后主使 对 这你知道 我们还查到 美米出自君主 欧家竟敢贪抹君良 圣上知道此事非常震怒 靳远侯不得不展出自己的党女 才免责责罚 那太好了 此事不仅仅是朝堂之争 往小了说 侯爷是在保护徐家 一家上下的平安 往大了说 侯爷是在帮助圣上肃清朝纲 这事关乎整个设计啊 经时灾民还没有安置土荡 难免有人趁机倒门 你最近拼翻出门 可曾有遇到什么麻烦事 我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 多谢侯爷关心 既然 拼翻出门 不如找佩芳黎 顺手不错的万大贤 跟你做护卫 万一真遇到什么紧急情况 也好保护你出去 侯爷见义甚好 我会好好考虑 侯爷 为什么会跟我说这些 难道他知道我去 县陵阁的事了 若我跟他说实话 他会怎么做 侯爷 其实我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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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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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去太夫人处请晚安 侯爷 连房有话想要对侯爷说 那我先告退了 侯爷 今日我旁敲侧机 可夫人依然隐瞒 我并不是不明事理之人 就算他把 去仙怜阁交绣活这件事 坦白告诉我 我也断然不会阻止 可他为何就是不肯 与我坦诚相待 侯爷 这事都过去多少天了 您还惦记呢 你在取消我吗 那我可不敢 不过侯爷 如果把这事反过来想 也许侯爷就知道 为什么夫人不告诉您了 反过来想 您为什么不愿意让夫人知道 您已经知道了呢 若是只是担心 夫人的想法 那您完全可以跟夫人好好聊一聊 我书读的不多 大道理不懂 但有一件事我很确信 侯爷若是想要知晓夫人的内心 就必须先打开自己的心门 否则 您跟夫人之间 就有一堵永远也打不破的墙了